再來 台中市的經濟愛心卡 本地拿來坐開冷車到跨境 都有專業的補助 但是現在新市府要來做財政 要為專業的補助變成最多補助五十塊 有賣這個中部的認為 這樣是福利求水路 台中市政府是說 這是為了要控制愛心卡 去向頭路 頭用 台中市政府推出的經濟愛心卡 之前更大公寧 坐計程車也能夠專業補助 不過這麼好康 要求水了 剛才坐計程車對我本的專業補助 調整做一次最多補助五十 到經濟衛生所跨境部分的負擔 也對專業補助變成最寒五十 對二月十五開始就要試試 那就不要做啦 差滿多 那就坐公車就好啦 這種條件的影響到台中市 三十二萬名 六十五位以上的金口 市府強調當初更大使用範圍 因為欠缺配套措施 這些出現比頭路到無用的八段 雖然坐計程車跟醫療 看這個補助求水 但是坐公車到使用運動中心 因為我們是維持專業補助 這種條件到底是不是可以 奉機背端 市民是不是可以接受 還需要觀察